以唐斯为核心这七年 森林郎做过多少烂交易 无手轮换戈尾尔甚至排不到第一 2015年唐斯进入联盟 跟维金斯组成了双状元组合 但嘴哥这个状元是用乐福从骑士队换来的 唐斯才是森林郎队史第一个自己选中的状元 因此狼管也更加器重 为了让唐斯少走弯路 森林郎在15年送出塞迪斯阳 从狼王换回加内特 前任狼王落叶归根 对唐斯青狼相受 大有心火相传之意 当初招募加内特时 狼王的恩师老桑德斯承诺过球队股权和管理层职位 但一年后老桑德斯撒手人寰 狼队老板却来了个不认账 导致加内特跟森林郎交恶 以至于16年退役时 加内特拒绝了森林郎的邀请 选择在凯尔特人退役球衣 森林郎这笔交易 既失去了强硬的封线球员赛迪斯阳 又跟球队名宿闹翻 可谓得不偿失 2017年 为了培养双状元的营球习惯 森林郎请来了铁帅西伯度 并在这一年选秀业 送出扎克拉文 克里斯邓恩和首轮第七顺位的马尔卡宁 从公牛队换来巴特勒 在这之前 森林郎已经连续13年无缘季后赛 仅次于国王 换来巴特勒之后 17-18赛季取得47胜35负 冲到西部第八 尽管首轮就被火箭绅士横扫 但至少让人看到了希望 可好景不长 只一个赛季 巴特勒就跟双状元之间产生矛盾 唐斯最有天赋 维金斯身体最棒 但最努力的是我 采访中撂下名言之后 恨铁不称钢的吉米 在18年提出了交易申请 火箭开出了耐特 克里斯加四个手轮签的报价 后来提高为戈登加两手轮 贪得无厌的森林郎 要求加上PJ塔克 导致交易搁浅 最终巴特勒被换到76人 森林郎拿回了考文顿和萨里奇 回看当初为了巴特勒付出的筹码 这笔交易又是血亏 巴特勒离队后 森林郎转年的战绩 就调到了西部第十一 19年选秀大会 森林郎用萨里奇 加上自己的十一号签 交易得到太阳的六号签 选中卡尔弗 太阳则用森林郎的十一号签 选中老黄中卡梅伦约翰逊 2020年 考文顿在一笔四方交易中 被送到火箭 森林郎从绝金拿回比斯利 范德比尔特 胡安艾尔南戈买斯和一个手轮签 同年另一笔交易 随哥和21年手轮签被送到勇士 换回唐斯的好兄弟拉塞尔 那个手轮签最终变成了库民家 21年郎管接着整活 以奸商为理由 禁止艾尔南戈买斯参加奥运会 导致双方交恶 随后戈买斯就跟卡尔弗 一起被交易到灰熊 换来贝弗利 而贝弗利 范德比尔特 比斯利 后来都成了交易戈贝尔的筹码 戈贝尔的到来 非但没能解放唐斯 反而影响了艾德华兹的发挥 狼队双塔的年薪 合计超过7000万 合同年限都持续到26年之后 森林狼还送走了 未来5年的选秀权 假如你是森林狼的老板 面对这样一个死局 你会如何操作呢